今天要出门吃个晚饭一个朋友 然后打算穿这两件 这件黑T它不是那种很宽松的 稍微微底脸修身 但版型很好看 然后搭配了一个比较基础的牛仔裙 直筒的那种 然后不是那种很修身的 所以上身效果还不错 今天穿的就是这套主要是里面的黑T和牛仔裙的搭配 搭一个外套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套作品的 作为内单也是蛮合适的 然后我会带着 万一晚上冷 一会儿要出门去沙蒙买点吃的 然后今天打算穿这个 今天是以粉色为主题 主要是想穿这件粉色的真纸衫 其实外面还是有点热 所以还是选择了这种短袖 这个包其实我也很久没飞了 但是因为正好有一个粉色的这种丝带 我觉得还挺搭这个的 这种草扁包就还蛮有度假感的 整体看上去会比较轻松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就是今天出门穿的一套 单品搭配都比较简单 只是今天穿了一件粉色的 其实我还蛮少常吃粉色的 因为我觉得粉色挺挑肤色的 但这些粉色算是偏奶粉 而且整个的版型算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 今天打算穿这两件 特别想穿这条裤子 颜色是这个宝蓝色的 然后这颜色我觉得宝货度还蛮高的 所以说我的上衣选择的比较简单的白衬衫 但这件白衬衫它除了稍微容易有点皱之外 我觉得它版型很好 就是那种比较宽松的那种版型 然后上身的休闲度和时髦感都还不错 然后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基础色和亮色单品搭配我还蛮喜欢的 整体看着比较简单 但是又会有一点点亮点 然后戒指我就还是选昨天的亮 今天出门穿这样天气不是特别好 这套整体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主要还是这个宝蓝色的这个裤子 但是如果只是白衬衫再加上这个裤子 我担心会有一点太通勤了 所以我选择的这个白衬衫也是偏宽松一点的 包括我的配饰选择的也是偏度假感 或者休闲感多一点的 包括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 虽然已经绝版了 它是属于介于通勤和度假和休闲之间 就是拿捏的很好 所以这个包我是经常会拿出来背一背 帽子我就选择了一个草帽 因为我最近的头发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不知道等会是扎起来还是死下来 就有一点点长了 然后没有什么层次感 今天打算出门去跟设计师看一下 浴室里面的玻璃们 然后再去他们工作室玩一下 首先把头发剪短了 然后一般剪到这么短 我都会把头发散下来 然后稍微留下来卷一卷 剪短头发之后就感觉整个人还蛮中性的 所以今天我打算搭配一件比较中性的衬衫 就是这一件 然后这件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版型 还有它的颜色 它是这种天蓝色 然后比较浅一点 皱颜色其实是很好当内搭的 它可以跟各种基础色搭配 可以跟一些奶色系的单品搭配 但是今天天气还不是很冷 所以我要把它当做一个外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套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的 就整体看上去特别轻松少年感 正好配合我剪的这个短头发 我在究竟戴不戴帽子 因为我头发刚搞 我就觉得戴帽子有点浪费 但是戴帽子可能整体造型感更强一点 所以我戴起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帽子戴起来我觉得就还蛮酷的 整体的风格感会更强一点 这一套的重点就在于外面 这个宽宽大大的衬衫 如果这个衬衫不够宽不够大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一会儿出门喝个咖啡 我们等会儿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今天穿这套 然后主要是想穿这个背带裤 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带裤穿上身 不会显得太幼稚 多了一点点日系和英式的那种感觉 就还蛮不一样的 颜色也比较适合秋冬 然后里面就搭配了一个这种针织衫 这个裤子的细节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 然后上面的明线设计 我这里也蛮喜欢的 今天就穿这样 然后整体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青春活力一点 我们昨天住的这个酒店 真的室内太暗了 所以大家体谅一下 这拍的会有一点点模糊 炼年的红尖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